本台採訪隊在佐敦道採訪期間 被黑機人威嚇 要求交出攝影機記憶卡 在上午10時半左右 本台新聞部採訪隊在佐敦道和李敦道交界 採訪有黑機人倒露期間 有黑機人拿著磚頭和短鋼筋查問 並叫附近一批黑機人過來包圍 經過一段爭議後 本台攝影師交出兩張記憶卡後獲得放行 無線電視新聞部嚴厲譴責有關行為 本台新聞部將繼續秉持專業精神 繼續報導事實